那我们先把电源装上去三回零 零线是不能弄错的啊 零线上面有n的标记有n的标记啊 有这个n的标记零线啊 然后三个火线随便积 这个开关用100安培的开关 我们现在用的是端路器 你可以用那个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的都可以 自来水管道自来水管道就上去啊 自来水管道插进去就可以了啊 好 把这个控制气流控制气流量的一个阀门开到45度角45度角啊 我们看一下45度角啊 这样子位置 然后下面有一个手动排气阀要处在关闭状态 90度是关啊 然后这边有一个自动排气口 自动排气口要安装管道 排到墙外面 这边有一个排水管道 要排到墙外面啊 好 我们再到前面去 我先开门 这个里面放东西可以垫一层 垫一层那个垫一层那个就是辅料布的那个布垫一层在里面 然后上面要放东西 放东西楼上锁门 我们看到锁门 先把秤杆推进去 秤杆进去 哎 顺势顺势转 转到转不动 把东西拿出来 小心锁 啊 熟他锁门售不动就可以了 然后打开电源 打开电源 打开电源 电源的时候 电源灯亮 进水灯亮 门灯亮 进水灯亮 门灯亮 它这个三个灯会亮 然后它会自动进水 当进水加满以后 加满以后 进水灯加满以后 进水灯熄灭以后 你可以开计时器30分钟 红点 红点对到30 然后按启动键 按启动键就可以了 启动以后 它会加热灯亮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后面全部是自动的 密军急速 密军急速自动排气 密军急速自动排气 我们加套的温度不管它 加套有很高的温度 内层压力表会归零 内层压力表 内层压力表归零以后 你就可以开门了 就可以开门 把蒸干拉出来 开门5到10公分 5到10公分样子 留点粪 留点粪 让它边偷气 边干燥 然后过半小时 可以拿东西了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啊